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這五就正式開始 我們今天要談的東西呢 是談台港韓獨立媒體的發展現況和未來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兩位講者 分別呢 因為他們都對於台灣獨立媒體的發展 以及香港還有韓國獨立媒體的發展都有一些研究 所以今天會請大家跟我們分享經驗 今天我們的活動稱之為媒體之業 其實就是哲午跟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長期合作的一個項目 那你們先辦了一點多的 每個月的最後一週我們固定在探討獨立媒體的發展現況 所以以後就持續辦下去 各位在那邊現在對獨立媒體感興趣的朋友越來越多 也可以持續關注我們的活動 每個月都會進行一次 那我們今天的主軸呢 當然就是回到兩位講者身上 等一下我們的進行方式很簡單 我會先請黃婉欣 接著再請你們的文豪一起分享他們的 對於台灣、香港、韓國的媒體發展的一些觀察 最後我希望能夠給各位更多的互動的時間 可以兩位他們演講結束之後 我們就開放現場的提問 所以大家可以邊聽 邊把自己的問題放在心裡面 等一下我們就給大家更多的時間來討論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 其實在對很多媒體的前輩 很多經驗 其實講者 很多的朋友都可以給我們很多的分享 所以等一下我們更多的分享 你們的時間 那我們首先先請 洪婉欣小姐 那她是媒體工作者 然後之前她因為得到了一個 一個founding、一個機會 跑去南韓以及香港 對於她們獨立媒體的發展 進行一段的時間的田野的調查 所以她今天等於是 把她這邊田野調查的結果 跟經驗來跟各位分享 那我們一起掌聲歡迎洪婉欣 嗨 大家好,我叫婉欣 我覺得今天呢 就是現場有很多我的前輩 所以就是如果在關公前面五大刀 就先跟大家就是多聲抱歉 然後如果有什麼任何講錯的地方 就再麻煩大家多多說 多多指教這樣 那因為就是那個 我影片在這邊嘛 那大家可以就是稍微的往左轉這樣 大家的桌子可以 這個椅子可以移動 可以轉向我的 好,那先跟大家講一下我今天的報告大方 就是首先呢 我會先跟大家講的話說 我在思考這個計畫 跟這個報告的時候 所謂的獨立是什麼 那其實我整個在訪談的過程中 這個所謂獨立的概念也是不斷的 就是我自己不斷的在思考和修整 那再來就是說 為什麼我選擇香港跟韓國 然後再來就是說 接下來是我在香港以及韓國的就是訪談的一些結果 簡單硬大的報告 那最後是一個我自己對這個 我整個計畫的過程中 那我看到了什麼 然後我沒有看到什麼 那沒有看到的部分是因為什麼的一些反思 好,那接下來就是說 所謂的獨立呢 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從台灣的脈絡來看的話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就是所謂獨立媒體就是你自己要獨立 那或者是你報導的獨立 甚至是你組織運作方式的獨立性 可是其實我在訪談的過程中發現呢 有一些獨立媒體他們不一定 資金是獨立的 可能它來源是廣告 或者是 就是不單單只是公眾的募款 那我自己會覺得 後來這個獨立對我 在我這個計畫裡面的代表會因性 會覺得變成是從在地的觀點出發 就是就當地的民眾 他們怎麼看這個媒體 也許這個媒體它的資金來源 不是公眾募款 它可能是廣告的方式 不過對他們來說 這些非主流媒體 可以提供主流以外的觀點 那也許它就可以稱作是獨立媒體 好,然後再來就是 為什麼我是選相反跟韓國 其實我當初就是選這兩個地點的原因 還蠻簡單的 就是我覺得我一定會聊天這兩個地方 然後就是我覺得它離我們很近 可是我們卻 我不知道我要去看香港的哪些媒體 就是除了主流媒體之外 然後或者是韓國的 所以我就去了這兩個地方這樣做 然後接下來再講香港的獨媒之前 先請大家再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香港的一些背景邁入 首先就是港媒情眾 港媒呢 那大家知道的我們會報大公報 甚至是就是新報東方日報 新老日報東方日報 這些其實都是非常輕重的媒體 所以其實港人認為是不足以代表 就是香港他們自己本身 本土的一些想法 然後再來給大家看一下實場照片 它其實是香港的上水站 那上水在那個香港的地域性 其實是非常接近深圳的一個地鐵站 然後照片中的這些呢 其實是從深圳過境到香港來的大陸人 他們香港03年開放自由行之後 有大批的路客來到香港這邊來觀光 或者是他們手上有可能會去持鄉 他們是來香港搬貨的 這樣子的情況其實是對香港的 本地文化以及港人的生活 有非常嚴重的影響 再來就是這一張其實是香港在地 非常普遍的一張照片 就是大陸人來了以後 就是香港開了很多精品店 還有珠寶店 那其實這樣子呢 就是很多香港的一些老舊的商店 因為要進行這樣子的商業化 所以就不見了 那港人就開始意識到大富人來了 那我是香港人也是大陸人 所以這個本土意識就開始了崛起 所以03年的自由行之後 帶來本土意識的出現 然後再來就是瑜伽運動 我想說當然也是本土意識 最起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因為大家都應該都還蠻了解 所以我就不再多說 然後再來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是主場的關門立場在一起 主場新聞是2012年設立的一個網絡新聞 他在2012年去年年底關門的時候 他其實有將近28萬的粉絲 然後在網路上 在香港的網路是非常有影響力的一個網絡 然後他關門的原因有很多 等一下都在仔細的介紹 他關門了以後呢 我們同一批人又在阻了立場新聞 可是這一批人呢 因為他當初關門的時候 大家覺得說 你當初關門的時候 當初的 我想看他怎麼講 普遍的港人會認為說 主場新聞關門的時候 你跟大家說 我並不得也要關門 可是你在同年 大概隔了幾個月之後 又成立了立場 然後大家會覺得主場的這一批人 背叛了他們 所以其實立場成立之後呢 影響力是大陸前 他的粉絲其實只有 就是將近幾萬 就是非常少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也是讓香港的本土意識 變得更興盛 然後再來呢 有幾個事件 也是讓香港的一些本土意識 變得更高漲 其中一個是天心碼頭 天心碼頭呢 是香港周環那個地方的一個碼頭 然後當初因為港府要做天海造路 所以決定把天心碼頭拆掉 然後要做天海造路 做更多的商業區 然後還有這個是皇后碼頭 也是在天心碼頭附近的一個地方 06年跟07年分別發生了這兩個事件 然後他們兩人進行了一些遊行跟抗議 不過這些遊行跟抗議呢 因為香港的社運組織 一開始都是比較左派的人在組織 然後他們結束的方式 都是比較和平、理性的方式 因為這個就是左派的 他們在進行運動的時候的一個訴求的方式 他們希望可以用非理性和和平的方式去進行 所以他們結束的時候 就是跟大家講說可能就是有點像是 OK那我們現在這個活動就到這個地方 到一個段落 然後再來還有2020年的反國教 反國教是香港的一個學科 然後那個時候也是729的時候 號召的外人去上街遊行 不過這個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這些社運的街頭行動 然後讓這些上街行動的民眾呢 開始意識到說這樣子和平的方式 是不足以因應去達到他們想要達到的目標跟訴求 所以這一群人某一部分的上街有什麼民眾 開始覺得我繼續這樣做下去不行 然後他們就加入了本土派的這一個論述裡面 就是他們的思想就會比較接近本土派 然後原本開始組織社運的這一群人 比較偏土派 就被這一群本土派稱作為左交 現場有人會講廣東話嗎 就是左交呢 它在廣東話裡面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應該叫歐德高 那它其實是一個非常難聽的一句話 然後所謂的交呢指的就是思想漿化 它是本土派用來稱 這一個這一群原本在搞社運這一群人的一個詞 然後這張圖呢其實可以很明確的 簡單命令的解釋本土派他們的核心思想 本土派就是認為呢 我今天永不得不站出來的理由 因為大陸人要來了 所以我要除掉我要壞除港共 然後對內呢我要除掉左交 因為左交呢會讓我們的活動潰散 會讓我們的活動沒有辦法達到不了 所以本土派他們其實是手法比較激進 相較於左交相較於左派 相較於原本的社運人士 他們的手法都是速從交激進 然後比較願意訴諸行動的 然後接下來的這一張呢 這一張圖呢 藍絲帶運動是黃絲帶運動之後 泛紅絲帶運動的另外英國運動 然後這一個少年 這個他就是 這是一張在諷刺左交的圖 那這一張圖呢 它就是 它其實是有分析 就是黃、紅、黑這樣子 那黑色就是左交最高危險等級 就是表示說現在左交真的要來了 已經侵上一個活動這樣子 那他們都會說 因為左交在結束這個活動的時候都會說 欸現在已經達成階段性勝利了 可以跟大家 可以跟大家 可以好好的鼓掌然後回家這樣子 因為他們訴求是一個很平靡性的階段 所以就會讓本土派就覺得你在幹嘛 就是你根本就沒有 還沒有達成結段性勝利 可是你就是以一個和平非理性的方式 然後就叫大家不可以回家這樣子 所以在這樣的脈絡底下呢 其實香港的獨美呢 可以簡單的粗略氛圍 他們的政治光譜可以簡單粗略氛圍 就是比較左交 就是比較左派的 然後跟 比較本土派的 所以最久的就是香港努力媒體 然後 九場新聞 變成後來變成立場 然後再來就是屬於選民思潮的破折號 那比較本土派的 所以最代表性的就是熱血時報 然後再來是八五二 然後還有本土新聞還有人話 那八五二 他所謂基本叫八五二就是因為那個 香港打電話出去的破折號碼是八五二 好然後就是我拜訪了這幾個 這裡面的幾個媒體 那等一下就跟大家怎樣分享一下 然後第一個是獨立媒體 它是香港的獨立媒體最悠久的一個媒體 它是在2004年就創立的 然後它創立是葉肯倫雅與正正保持 其實他們都是主要是在香港搞社運的人 然後它的資金來源就是獨立 然後目前有三到四年的存職人員在做這件事情 那它剛開始的時候呢 有參考國外的媒體 所以它是現場的報導還有評論並進 那接下來呢 它現階段呢 我去訪談的時候 其實它 他們現在已經在現場的報導沒有那麼多了 變成比較是內部培訓的 一些公民競爭的功能比較強 好 那再來就是主場 2012年主場成立 它創辦人是蔡總豪這一群人 那它的資金來源就是蔡總豪 就是一個商人 然後但是因為它的內容做得非常好 而且那個時候在反國教的 那一陣子 因為報導的方向跟民眾還有社會的輿論是一致的 所以它在那個時候變得非常紅 但是它在雨傘革命的時候 它是7月20幾號關門的 它在雨傘革命的時候就是完全默不作聲 然後在雨傘的後期就關門了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現在是因為不敢抱雨傘 所以才關門的馬 而且它關門的時候 蔡總豪在主場寫了 我恐懼我 會救我 什麼之類的 就是寫了一篇文 然後就是告訴大家說 我對不起大家 因為我沒有辦法再進行這個主場行為 所以我要捨起來 可是同年的 它7月21號結束影片 可是同年12月30號立場就上線了 而且這一群人是 就是成立立場的這一群人 完全就是主場的這一群人 所以呢就是讓黨人覺得被欺騙 就是 我去接觸到的很多朋友 還有年輕的一輩都會覺得 立場的公正性 還有它的代表性都不如主場 那 甚至還有就是本場新聞的出現 就是不單純就是為了夢思立場 然後 然後這個人 他還因為他成立了Facebook的頁面 然後還因為這樣子 然後可以寫一段書 就是 而且非常紅 就是港人非常愛他 所以就知道大家其實超好 明明前 會不知道為什麼 好 然後就是他又有大補齊這樣 那接下來是破哲號 破哲號在2013年的時候成立 它是學寧思潮底下的一個 學寧思潮大家應該也不知道吧 就是它是那個中學生組成的一個組織 然後它是學寧思潮底下的一個單位 那它主要的資金來源都是學寧思潮提供的 那它成立的目的就是它希望可以提供學生的觀點 所以它的那個內容都是接受學生的來信的投稿這樣子 那我去訪的那一個受訪者 他是創立的一個總編輯 那個時候他們只有三個人 那我覺得他講的這句話我覺得非常的厲害 他是一個大學生 可是他說 我不拿錢才能確保我的筆電 所以他那個時候呢 創立的那個時候 他們的運作金分非常的少 就是印海報 然後印雜誌的那些錢 然後在裡面工作的那些人完全不拿錢 可是因為 可是他現在已經離開了 因為現在學寧思潮 他其實是有四名的傳職人員 就是跟現在的組織內部的人員可能裡面不相同 他覺得說 呃 有學寫思潮覺得 我不拿錢才可以確保我做這件事情 是真的想做這件事 所以他那個時候做的非常辛苦 因為他們三個人 可是他們出專題評論報導 然後甚至還辦了兩次 所以 就是 不過他們的網站做的蠻好的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 就是 內容我覺得還不錯 好然後再來是熱血時報 熱血時報呢 在雨傘 它成立是在雨傘之前 不過他在雨傘之後變得非常紅 因為雨傘革命之後呢 門徒醫師在香港非常非常的興盛 那熱血時報剛好搭著這一波潮流 所以他就變得非常的 大家非常的愛 那他是黃陽達創辦的 不過那個時候我聯繫的時候 就是熱血時報我沒有訪到他 我只是跟周邊的人有一些訪談 然後他做的熱血時報的資金來源呢 非常的神秘 因為我也沒有訪到他們 所以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不過 同一個選子裡面的人呢 都說他們一定很有錢 那他們自己除了發行刊物 然後電台網站 然後還有一些他們自己會組織一些活動 街頭的活動 然後他們自己在網站上的說法是說 他們有用課金 課金就是公眾募款的方式 然後還有網站的廣告這樣子去募集他的資金來源 不過相關周邊的人都會覺得你光是用募款 不可能有段時間內就這麼多的錢 就這麼多到這麼多的錢這樣子 然後他做 他日本都拍最活躍的新媒體 然後這張照片是 那時候他們 他們有一個組織專門在進行這些街頭的活動這樣 然後這個是他們那個時候在講說 反對成立入境罪的這個議題 就是會不定期的到街頭去做一些類似的宣傳活動 然後再來是本土新聞 本土新聞也是一個在雨傘前後興起的一個網路媒體 他在14年的時候成立 然後他是他的資金來源主要就是透過募款 不過他的規模還比較小 就是他目前只有兩名的編輯 然後兩名兼職的記者 然後他是由梁錦翔成立 這些人其實都是在香港搞媒體蠻久的一些人 然後他本土新聞就非常的本土派 他的思想非常的本土 他就說那時候去訪談的時候 他就說我們成天目的就是希望反映港人真實的聲音 然後我們要把大陸人趕出去 然後因為現在廣東話越來越少了 然後簡體字越來越多 大家都不講廣東話都要講普通話 就是這種本土意識的這種思想非常的強烈 在本土新聞裡面 好所以就是他希望可以透過這樣做下去可以改變一件事情 然後再來是族人媒體 他在2012年的時候成立 他其實這個媒體還蠻特別的 他在香港也是一個蠻厲害的媒體 就是在年輕世代 榮樂琦他創判是榮樂琦 然後他的經濟度也算蠻高的 他是一個我覺得還蠻特別的人 那時候我去訪談的時候 他就說我的資金來源就是網站的廣告 我就是賣廣告 然後我覺得對於一個媒體人來說 就是你可以就是非常公開的講這件事情還蠻厲害的 就是就是說反正我就是靠廣告為神這樣 然後因為一般媒體人都會覺得 就是廣告會侵害我的 就是跟報導的關係 不要那麼近會比較好 不過這個人呢他在創立的初期呢 就是他確立他自己的方向就是他希望以評論為主 所以他不做現場的報導 那他的網站內容呢 就是主要是以大家投稿的評論 或者是他自己寫的評論 所以他就覺得那個時候我們來的話就說 我知道我做現場的報導 因為做不營燭有媒體 所以我就不做這個 那其實他的評論在網站 或者是香港的年輕世代 其實還算是有影響力的 大家蠻看這個媒體的 對然後他全部就是參與 然後就搞這個媒體 然後就搞這個媒體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好然後再來要跟大家介紹那個 就是陳小培 他是香港的一個獨立競者 一個還蠻有名的獨立競者 他93年的時候開始跑這個新聞 然後99年轉戰專輯報導 2019年就開始努力採訪 那他現在都是自己一個人在運作 然後每年都會至少出兩本書 我覺得跟就是台灣這邊的那個 住宿圈小豬姐還蠻像的 那時候我其實一直希望可以跟他訪他 不過他一直拒絕我的訪問 所以我其實是大概 剛剛花了幾十分鐘的時間聊天 然後他那時候講了幾句 他說全世界的記者都在找錢在哪裡 要我並不擔心 我覺得一個記者可以這樣子講 尤其是在進行獨立報導 或者是獨立媒體的記者 我覺得很厲害 因為所有的獨立媒體 都會面臨找錢這件事情 可是他不擔心 他說只要報導好人 應該這樣分來 所以他就說 我賣的是我的好內容 所以我不擔心有錢在哪裡 但事實上他也不學錢 那他的報導 他第一天報導是 第一篇叫小報導上時 就得到了很多獎 所以他那個時候就打開了知名度 然後現在就是光靠他寫書 或者是到各個地方去演講 或者是寫他的這些專欄 他就可以過了 那接下來要跟大家談一下韓國 韓國這次我去韓國呢 拜訪了兩個媒體 一個是newstata 剛剛就是好像有人提到的 他是一個以影音為主的一個媒體 讀音媒體 那另外一個是pression pression是以文字為主 那我其實那個時候 我本來想要去拜訪all mynews 不過因為後來我覺得all mynews 大家都就是知名度比較高 而且他是以公民為題 公民記者為主的一個媒體組織 所以後來我就沒有出來 馬龍海news 而是去找了這些媒體這樣子 那在韓國的背景內錄裡面呢 第一個就是韓國主流媒體 朝中東 朝鮮日報 中央日報 東亞日報 還有KBS的媒體 SBS這些呢 他們其實韓國主流媒體都比較保守 然後比較親政府 比較親財團 因為他們畢竟經費來源可能很多都是政府移住的 所以其實他們有很多這方面的報導去不來 那所以韓國的獨立媒體或是獨立媒體的人 他們在思考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他們認為就是主流媒體沒有辦法反應這些的對理念 所以他們控制性很高 那再來就是打破新聞 他其實是2012年1月的時候成立 然後他是這些線上的電子媒體的記者 臨時記者組組成 那是那時候為什麼他有堅果臨時潮呢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韓國的政府 他為了要更精確的掌握媒體 所以他把自己的網板安殺到這些電視台裡面去 那讓線上的記者有些不滿 或者是他們可能會自強 所以這一群的記者呢 他們就離開了主流媒體 然後覺得說我們需要一些報道真相的媒體內容 所以就組成了這個打破新聞 那他其實成立的開始初期是不接受募款的 他們的經費來源一開始是 像記者組組織幫他們給他們的一些經費 他們一、三年才開始接受募款 可是他們一、三年一開始接受募款呢 就可以達到很高的金額 那他們現在呢 以製作50分鐘的調查報導為主 他們不提供Daily的新聞 最近才開始提供嘛 就是我那時候去訪談的時候 才開始慢慢的有提供 不然他們其實是以調查報導為主 好 然後這個網站的那個運作方式呢 就是他們在Face 他們主要都是透過SNS 就是那個社群網站在宣傳 那他們會透過一分鐘的影片 就是在網站上剪一分鐘的短片 然後給大家看說這個東西大概講是什麼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點他的連結 就會有他的完整報導 像那個時候施約號他們週年的時候 做的那一部紀錄片就非常的有很多人 就是在網路上廣為流傳 那他們現在來做募款總共有40個人 然後記者有20個人 我覺得這個也就是一個獨立媒體的 而且是以完全都是用公眾募款的方式 在做的獨立媒體非常的驚人 而且因為他們一、三年才開始募款 可是他們那個時候募款就可以有達到這樣子的規模 然後再加上就是做電子媒體 其實需要一些工具呢 攝影機然後腳架 其實沒有很軌 可是他們的辦公室其實是很有規模的 我覺得非常的厲害 然後再加上這一點我覺得也很讓我驚訝 就是一方面可能是因為他們都是線上記者的印出 但另一方面呢 就是在那個組織裡面工作的記者都非常的資深 就是像跟我訪談的那個是他們的編輯 他大概是50歲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 就是我去的時候看到的記者都是三四十歲以上的競爭 我覺得非常的厲害 這可能也是為什麼他們可以做出 這麼有影響力的報導的原因 那他們主要是關注實事跟政治 然後呢這點呢是那時候我覺得訪談的時候 那個總編輯非常強調 他說我們鼓掌不拍而且不接受政府跟企業的捐款 就是只要有任何政府跟企業的計畫 他們也不申請 就是完全的靠這個募還 然後用這樣子資金管理的方式來確保他們的報導內容 是非常有利的 就是講他們 完全是想要講他們想要講的事情這樣 然後但是那時候 總編輯有提到說 他們現在的困境是在於 要怎麼樣去提高這個收視率跟點擊率 就是他們在網路上的那些分享啊 或者是接觸到的那些群眾呢 他們怎麼去提升 這是另外一個他們要面對的問題 然後這個是加班公司裡面的一張照片 就是 以一個2012年 就是他們2012年成立 可是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已經得了這麼多獎 就是其實news talker在韓國 是一個影響力蠻大的媒體 因為甚至是線上的可能議員 都會去到他們的辦公室接受他們的採訪 我覺得以如一媒體能夠做到這點來講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厲害 然後再來是Cression 它是2001年成立的 算是一般最有一個媒體 然後它的 它成立的目標就是 它認為主動媒體保守 那希望可以提供進一步分析性的新聞 然後它 它們裡面主要是評論跟報導 那它們會去了解說 去探究這個問題背後的成因 那它的資金來源 三分七是廣告 三分七是會員 就是訂購的會員 然後三分七是跟入口網站合作 那它們也是有26個人 然後記者總共有20個人 然後 那組成主要是從15到20年的媒體生命工作者 也是都是裏片來講年紀不是太輕 然後 順帶一提就是剛剛那個 就是插髮 他們 我有問他們說 欸那你們有比較年輕的記者嗎 他說 他們去年有徵召 一名 然後是四百群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好可怕 我就是獨立媒體 然後四百群 然後 所以Fresham他們 好我現在回來Fresham這邊 那它就是 就是一個 也是蠻資深 由資深的媒體工作人 組成的一個單位這樣 然後他們自己 Crushin他們在輿論上的印象 其實還蠻大的 因為他們是以文字回主的一個媒體 好然後 接下來就是 我自己對我報告的一些反思 第一個就是獨立媒體 這個所謂的獨立 因為其實我後來訪談的時候 結束的時候 我其實在成立資料的時候 我在想說 嗯其實你問一個媒體組織 他們的資金來源 其實是有一點敏感的 有一個問題 那 嗯 假設我今天有接受什麼 政府的什麼之類的 就是的 目盤或者什麼 但我希望對外 我希望對外我是有這個 公衆性 或是公益性 我當然就不希望大家知道 這件事情啊 那 我要如何去相信 或是 嗯 去確保說 這些資料是真實的呢 我覺得這個點就是 就是也是我後來在整理資料的時候 有想到一件事情 不過這個東西就是 除非拿到後的內部資料 放回沒有辦法 真的去 就是能確認這個東西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說 其實那個時候在小個案的時候 也遇到一些困難 第一個就是可能因為我自己 是以個人的身份去訪問 然後再加上就是這些獨立媒體 嗯 就是 我覺得是香港的部分啦 因為在 在雨傘運動之後呢 這些組比較左翼的主場啊 或者是 香港獨立 他們其實 呃 被大家關注比較少 就是本土一世崛起嘛 然後 其實那個時候 談這個問題就變得有點敏感 所以他們其實那個時候 就不太願意接受訪問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 找個案就是 就有遇到一些困難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在思考就是 嗯 就是 香港跟韓國的 嗯 經驗怎麼樣 會會到台灣 嗯 我覺得那個時候 就是 因為兩地的 被俘太不相同了 要怎麼樣去串聯 我覺得也是一個 台灣值得思考的問題 那 以上大概是我的報告 謝謝婉欣這麼精采的報告 那 各位從他今天報告點 給他田野調查做得非常仔細 好像各位今天 聽過這幾個報告之後 對香港以及南韓的 獨立媒體的發展的現況 都有一個初步的一個角落 OK 那 其實婉欣挑這兩個地方 我覺得挑的蠻精確 他是挑南韓的獨立媒體 興起的背景 以及香港獨立媒體的背景 剛好是台灣的一個綜合體 因為台灣的獨立媒體 這幾年的風波發展 不只是因為政治力量 中國因素的政治 影響 同時也是因為對於 商業勢力的不斷的 這個 這個 影響我們新聞內容的產出 還產生了不滿 所以 他找了這兩個地方 剛好 綜合在一起 是台灣的一個縮影 我覺得找到了一個 非常精確的一個代表 那 從婉欣對於南韓的這個報道 可以看得出來 很有趣的 他們這些獨立媒體 居然可以有這麼龐大的陣容 讓人非常的驚訝 因為尤其打破新聞 他居然可以維持40個人的編織 以台灣一個 他們是完全拍調查報導的影音 因為拍影音是非常花錢的 在台灣裡面 經營一個食人團隊的影音 導致一年大概要砸一千萬 所以一個獨立媒體 他宣稱不拿日本的廣告收入 完全靠捐款 他可以維持一年這樣四千萬 以台灣來講 起碼花四千萬 這蠻可觀 代表韓國人的公民意識 或公共意識非常強大 他可能有這麼著重的獨立媒體 那接下來我們來回到 請文豪來跟我們談一下 因為文豪本人在主流媒體 有非常豐富的工作經驗 得過很多重要的新聞獎項 後來他也共同創辦的上下演員 他上任的是台灣的獨立媒體界當中 他的business model最清楚 然後經營最穩定的 所以我們來請文豪來分享一下他的經驗好不好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上下演員新聞時期的經驗 跟龍豪來的瓜哥好 今天我來其實是想分享 就是說台灣的獨立媒體發展的過程 那其實我不敢說自己非常了解 台灣獨立媒體發展的過程 不過因為親身參與 也有一些觀察跟反省 我想說 剛剛其實我就是看完新的這個報導 獨立媒體的報導 其實我有很大感慨 不是感慨 就是蠻訝異 就是說 像韓國他的獨立媒體 我覺得他們是強調一個大的團體之戰 然後可是香港好像是反而是另外一個極端 他是比較偏向就是說 你有時候有獨立記者 或是說 他雖然是也有獨立媒體 但其實他的獨立媒體還是比較 他的興起還是比較 曲線在少數幾個人 然後還是比較屬於這種 言論自由的一種爭取上面 那我覺得在台灣剛好是這兩種類型 如果我們要講台灣的獨立媒體 我覺得剛好是這兩種類型好像都有 然後有的是就是說強調組織性 其實像 我想說像普勞王剛開始的時候也有 就是他其實也是一個組織 然後當然我們也有所謂獨立記者 比如說像李慧仁或主主權 然後像比如說大家現在看上下有 其實也是以一個有組織的媒體來看 他是有獨立媒體 那我記得我自己當初在那個主流媒體 工作經驗想要跳出來做獨立媒體 自己的心路歷程當然也是覺得說 比如說也許政治的部分 政治的部分影響力有 但是我覺得商業力的影響 其實是更大的 就是說大家現在一直在罵什麼 什麼弱智啊 記者弱智或什麼 那其實會造成這樣一個現象 或是公共政策的議題 沒有辦法很深入的探討 其實某種程度我覺得 我覺得很大一部分 就是跟商業力量都怪 而且這商業力量的影響 不管你今天是在哪一個 政治色彩顏色的媒體裡面 其實都會同樣遭遇到 這個 或許我們的政治媒體可能都是因為 資本商業的心辦 只是他們顏色立場不同 可是我覺得如果就一個 要討論公共政策議題的角度來講 其實 在不同的這樣媒體裡面 我覺得其實差異性不大 有時候我們常常 我記得我以前在主流媒體工作的時候 我們常常就會感嘆說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公共議題 可是為什麼好像 報到編輯台 編輯台都就是不青睞 比如說以農業來講 其實我們知道農業很重要 可是為什麼好像 一個很重要的政策 而且這可能影響我們的這個基層 鄉村農民非常重要的政策 可是在台北的編輯台 其實大家不是那麼看重 那我覺得有很大一個原因處 就是說編輯台因為都是在台北市 然後他的生活圈都是在都會區 所以 然後我們的主流媒體的一個新聞選材 常常就是 都是以從台北看天下的角度 所以 然後再加上過去呢 其實網路或者是社群 還沒有那麼發達 所以變成說 我今天我覺得 要競爭那個新聞滿面的話 我可能就是必須 要去迎合台北長官的 或是台北人的思考的觀點 我可能才比較有機會 譬如說 以農業議題來講 可能大家 比如你講到那什麼農保啊 然後農金片 也許 這台北的感覺沒有那麼強烈 但是如果講到說 今天哪一個農產品 農藥驗出來 超標 或者是什麼 就是有死案事件 然後這個 然後是長期發生是在那個地方 可是因為我們很擔心說 啊 台北人會不會遲到 然後這個編輯台才會把這類新聞做到 所以我常常就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感嘆 那所以那時候 我從離開主流媒體 因為應該是之前都在討農業新聞 然後一直覺得說 農業新聞在主流媒體裡面 他沒有辦法跟政治新聞 財經新聞去競爭 然後所以剛好伴隨的就是 社群媒體 網路社群媒體的興起 那我們覺得說 如果一個很重要的農業議題 我可以透過社群的力量 或是網路的力量 讓大家知道 是這樣的一個操作 就是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可以舉起 所以我們那時候才 我就跟馮曉飛啊 還有幾位朋友 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來做一個專職的農業媒體 因為當時其實 如果好像國內也沒有所謂的農業媒體 然後你講獨立媒體 大概可能就是 就是勞工人權這一方面 可能大家第一個想到苦勞網 然後第二 如果是講到環境的報導 那當然就是環境諮詢協會 那農業這一塊好像還沒有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是不是來創立一個 跟農業有關的努力問題 然後那這幾年 我覺得就是說 配合了這個社群媒體的力量興起 然後我覺得很多的農業議題 其實透過社群大家的轉帖 轉帖 其實慢慢的讓大家還越來越重視 那我自己跑新聞 跑 因為我是記者的 那我自己跑路線上最大的感觸就是 像我跑文委會嘛 那文委會 記者是每天都會有簡報 然後我記得我剛 上台我剛成立的時候 剛創意的時候 那時候 黃不言 所謂 大家講什麼叫社群媒體 獨立媒體 對官員來講 他其實不知道的 所以那時候 簡報都是只有剪主流媒體的報紙 或者是雜誌 然後或者是說 那個 每天在監看那個 就是 談話性節目 或是新聞台 在講什麼 大概 他們認識的訊息接收來源 是 所謂的訊息接收來源 是有這幾個文道 那可是 318之後 這個 就是說 不管是通過社群的力量 或者是很多 新的技術 網路技術的絕情 所謂的那個媒體的 形態越來越多了 他們才開始就是 驚覺說 原來這個網路是這麼有力量 或社群是有這麼有力量 然後開始 他在收集這些所謂的那個 輿論 語情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把很多的社群媒體 或者是這個網路媒體 比如說 農業人的上下游 拿獨立記者 朱鎖娟 或者是 李惠仁的臉書 或什麼 他就把它當成一個 就是要揀包 或是訊息 收集的來源 那這是 我覺得 就是說 整個社會環境最大的一個差異 那我覺得 剛剛看了 我也蠻好奇 就是說 在台灣 所謂獨立媒體 其實他的面向是蠻多人 然後有 就是說 像我們這種所謂公運 環境 農業 這一類的 然後當然也有政治 那 香港感覺好像都是政治性的比較多 那他關於像這種 社會性的議題 獨立媒體 不知道有沒有 對 有沒有這類的 套獨立媒體成立 那我不知道 像韓國 我們剛剛取的這幾個例子 它 它也是像 綜合性的獨立媒體 像我們的 新偶核 或者是這個 洪傳媒體 那 講到台灣 到底獨立媒體的定義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 我也蠻好奇 然後我覺得 這個概念好像是在轉換的 過去我們會覺得說 那個 我們常會把獨立跟主流 主流 畫上那個VS的 就是好像是一個惡源 或者是說 商業跟公民 商業媒體 公民記者 公民媒體 就是商業跟公民 我們把它畫成一個 好像對立的概念 但是 我自己後來慢慢覺得 因為我自己記得 昨天我也待過主流媒體 然後我也知道說 我們很多的主流媒體 的同業 其實大家還是 一樣還是在奮鬥 雖然現在媒體的環境 就是不敬如搭擊 可是 只要在 就是說 你是記者 然後你有抱有一些 我覺得 獨立思考 或者是公民意識的 這個想法的 你不管是在哪裡 你是在主流媒體 或是在商業媒體 還是 還是說 你再跳出來做獨立媒體 我覺得 大家還是很努力的 在 在做 想要做一些突破 那所以 我自己覺得 我 以前我們常會用那個 比如資金的形式 或者是 就是 他的資金形式 或者他運作的形式 來看 來看他是不是 獨立於否 那但是 我自己 這樣刪明下來 我會覺得說 其實 就是剛剛講的 念不獨立思考的能力 跟公民意識的 那個 覺醒 或概念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現在 不管你是 在主流媒體 當媒體工作者 或者是 不是在主流媒體 商業媒體以外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 反而是更重要的 因為 我自己有些觀察 就是 雖然他是獨立媒體工作者 或什麼 可是 他的 比如說報導的內容 他的評論的內容 可能 不見得 是我自己在討論 比如他評論到 我自己熟悉的領域 可是我自己 就我熟悉的領域 觀察跟了解 事實可能不是這樣 好 那可是 會不會說 現在其實 我們 有時候我又 會很混淆說 嗯 獨立記者 或者是獨立 媒體工作者 還是名嘴 到底 這個界線 其實好像 會覺得 越來越模糊了 就是說 有些 我覺得他其實變成 自己 好像是一個名嘴 可是他說他是一個 獨立媒體工作者 然後或者是 那 其實我 我到後來還會有一個感嘆 我是說 我會覺得說 獨立不代表 孤立 就是說 我雖然是一個獨立媒體工作者 可是我覺得 我還是要維持一個 就是開放的心胸 就是 去了解說 不同領域意見的 說法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 我覺得到現在 獨立媒體也越來越多 然後大家也都 越來越有自己發生的機會 可是 我覺得好像 這個 在意見的這個領域裡面的 對立跟撕裂是 好像越來越強了 好像 越來越少這種意見交流 場 場域 這種機會 那 那我自己觀察到說 像很多 如果 撇開政治性的議題 那如果我們講說 公共政策性的議題 那其實 它 並不是那麼 二元對立的 其實它是 可能 會 基於我們 所處的 環境或立場 不一樣 又有不同的感覺 那我今天 一般人 會有這樣的感覺 可是我今天如果是一個媒體工作者 我是一個記者 我難道 是選擇 站在一個 立場然後去 就是講說 我想講的 還是說其實我也應該去聽 一些不同的意見 然後去呈現的時候 我應該是不是 把這些不同的意見去做一些 並程整理 或者是 或者說 我採訪完這些不同的意見 那我也有個觀點 但是 這個觀點是我採訪不同的意見之後的一個 新的總結 那我覺得 雖然 我自己是新聞系畢業的 那新聞系的教育還是 影響我們很大的 那我覺得 不管今天我是在主流媒體裡面還是 出來當獨立媒體的工作者 我覺得 就是請聽不同的意見 然後我甚至希望說 這個媒體是 不管它是主流還是獨立的 它至少是可以幫助不同立場的人 藉由看到我的報道去瞭解 對方在想什麼 那是不是 有一個折衷對話的空間 這個我想 就是 像我剛剛看香港的那個案例 我會覺得 好像 比如說 是不是 這樣的空間有沒有 那 那 韓國 我讓他獨立媒體工作者 他在 遇到這種真心的事件的時候 他是怎麼去呈現 他是不是有一種 那個 論譽交人的這種機會 對 那 那我會想說 如果來到台灣 是不是 其實 我 現在獨立媒體也很多 我想說 也有政治性的 或訴求 社運訴求性的 但也有很多商業性的 就是說 那 那商業 那有一些 可能他的媒體形勢就是 轉發很多人的評論 那有一些是 自己有請記者做報導 那像上下有社會 你自己 有自己的記者 然後自己做報導 那 就是說 到底我們希望 當然 這台灣社會是很多運動 所以有很多樣的 獨立媒體 但是 最終來講 我們 有這麼蓬勃的獨立媒體 還有言論自由環境下 那我們希望我們的 就是言論社會 將來不會是 什麼樣的走向 其實 我想說 這個 反正是我在看思考 就是 獨立媒體在台灣 這樣一路走下來 我想要兩場的問題 那也跟大家做 做一個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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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豪 精彩的回饋跟風善 文豪 是一個 線上非常優秀的記者 他是台灣幾少數 同時在獨立媒體拿下重要新聞獎項 身為一個記者 你基本上就是 保持獨立報導的態度 不管在主流媒體 或者是自己出來 擔任公民記者 或者是獨立媒體 你的報導的心態 跟價值跟倫理 應該是一個治理 所以他提供一個 更開放的獨立的報導 不代表因為 你是一個人 或少數人才叫獨立 你今天在主流媒體 只要你保持的一個 公正的記者的精神 你也是一個獨立的媒體 的一部分 所以感謝文豪的分享 接著我們有很多的時間 我想開放給 在場很多的好朋友 來提問好不好 我們可以更多的交流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先開放幾個問題好不好 想要對喊 我們請第一位 還有沒有第二位 第二位 第三位 你好 謝謝兩位 我還是很高齊 想要再進步的探討一下 就是獨立媒體的定義 到底是什麼 它是因為 independent 你在independent from 什麼 那獨立於什麼之外 還是獨立於政治的商業的公然之外 還是什麼 就是 我覺得那個定義 好像不是那麼的明確 還是我們現在社會的獨立媒體 它主要就是指非主流媒體 那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我們說非主流媒體 要說獨立媒體 那獨立媒體 就我個人來講 我會認為 如果一個媒體叫獨立媒體 應該是說它的報導 有非常完整的 editorial independence 就是它的編輯作業 就是它的從採到編到製 做完成 它整個流程 是受污染的 是受威力干預的 是符合新聞專業的 那你如果說 只是 沒人管它 就要獨立媒體 那可能也不是我們的意思 譬如說剛才那個 王浩有提到一些名嘴 譬如說像周玉口 他可以說它就是一個獨立媒體的 我覺得這個定義還蠻有意思 希望說能夠 是不是 然後也可以進一步的探討 或者是分享一下 你們的看法 然後一個問題 作為測試 譬如說瘋傳媒 你們覺得它是不是一個獨立媒體 謝謝 首先謝謝講者的介紹 然後我是 我是進步中全產高分的學生 然後我的問題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的差不多 就是 像我之前聽管中寫的演講 就是說 他公布其實不算是一個獨立媒體 而是算是靈類媒體 他們站在是主流價值的對立面 然後我也想說 那獨立媒體所站在的價值面對是什麼 而是他們什麼樣的立場 去跟主流媒體去做區隔 就是除了沒有商業包袱 或是說沒有政治壓力嗎 我會想到是獨立媒體所扮演的角色 那如果主流媒體這些政治報跟商業壓力的時候 那獨立媒體的角色是否還會存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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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 就是關於同志也就是獨立,什麼是獨立媒體的獨立喔 其實我在最近做這個報告,也是一直不斷在思考 那其實我訪談下來之後,我會覺得真正的獨立媒體 它其實好像還是需要一個資金比較pure的來源 它才能夠就是去運作它的執行它的報道 那可是我會覺得說,那如果你這樣講的話 那是不是站在特定立場的那些媒體 他們就比較多獨立媒體呢? 比如說像學題思潮,他們可能創意的那個出發點 就是希望多呈現學生的觀點 那我會覺得這個獨立媒體某一個面向可能是 你可以呈現不同於主流的觀點的那些想法 我不知道這樣子的回答就是有沒有回答大家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一直在這個計劃的過程中 也一直在思考獨立性 所謂的獨立到底是怎樣的獨立性這樣 但是我必須覺得我覺得我沒有一個既定的答案 但是我覺得訪談下來之後 我覺得最讓我欽佩會覺得說 它真的可以非常地由於你能施打破新聞吧 因為它真的是一個非常厲害 然後你真的可以去做一個 你覺得有意義有價值 然後真的是調查新聞報道的新聞 所以我覺得它的資金規模 以及它的來源的清楚性可能還是非常重要的 那再來就是說 獨立媒體怎麼跟主流做虛格 我會覺得比如說就相反的情況來說 就是這些獨立媒體 這些媒體他們會 就是他們自己看自己是獨立 可能是他們會覺得說 主流媒體沒有辦法呈現出來的觀點 那我那時候在篩選的時候 我要去訪談的對象 主要來人有兩個 一個是網路 就是我查網路接觸到的資訊 另外一個是 我之前做了一些訪談 那就是普遍的 也不能說普遍 就是我接觸到的那些人 那大家年輕時代 或者是我訪問到的那些人 他們認為的 所謂他們平常會比較接觸 知名度比較高的這些媒體 那所以我去選擇他們作為我的訪談對象 所以我會覺得 在香港來看的話 因為他們的背景埋落比較特殊 所以能夠呈現出不同於主流的 媒體的觀點 可能就是被他們Label的 叫做獨立媒體 我覺得這可能是在香港的情況 那你先跟第二位先生的問題 我想 我會想說 我從一個內容產生的過程 這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我以我自己以前的經驗 我在主流媒體來過的時候 常常我自己線上採訪的東西 然後我回報回去 可是可能在內部編輯台的一些加工過程 或者是上席長官的一些指示等等 可能讓我 比如我真實看到的東西 可是我最後呈現出來的那面上面 跟我實際採訪的 是完全乾嘛指示的 以前常常會有時候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就是我覺得如果從對記者來講 當然就是說他所採訪的這些在內容 在編輯台上 是不是可以忠於他自己的某種自主意識 那如果能夠 就是說這部分自主意識夠強的話 我會覺得 或許這樣的一個媒體的獨立性 是夠的 那如果今天他出去採訪的內容 可是 等到第二天見報或是內容出來 完全跟他實際所採訪的 是完全兩碼之事 那我覺得 我想說這個 這我是從我自己 記者的經驗來看 我覺得 這樣子好像要稱他夠獨立 我是從記者的工作 權或勞動權的角度來看 那當然 這不代表說 可以舉一個案例嗎 蛤 可以舉一個案例嗎 所謂的報告會 您可以看到這個報告 舉一個案例 不然一時之間 譬如說 當然 這有一些不見得是 完全我自己親身的案例 但有時候 比如說像 我聽過我的 就是我自身記者講過一些 比如說在 比如說 好 我自己今天的案例 舉例來講 比如說一個 財經名人的司法案件 那 就是說 我自己在跑司法的新聞上面 那我會覺得說 今天比如說這個商業名人 被受壓了 就是他可能因為什麼 內線交易一些罪嫌 然後被受壓 那 我自己解讀是說 但 有一些什麼證據 可能被檢調查入到 然後 然後所以他 檢調去向法院提醒 受壓的時候 他就是獲得法官的認同 把他受壓 可是 可能在我的主管媒體裡面認為 這個是一個政治清算 因為 他覺得說 這個人為什麼會被壓 是因為 就是 比如說 這個 這個商人 他是支持 某一個顏色的政治人物 那當時執政黨是另外一個顏色 所以 就是 要整他 所以受壓 就是 這是完全截然不同 但 那 我不知道完全否認說 政治性的可能沒有 可是 總之希望會有一些證據 那 可是完全 我覺得 在某些政治新聞的操作處理上 很多都是憑 就是 某個人的口述 什麼 然後 或想像 然後就 就 寫出一些新聞 可是到底你的 真實依據是什麼 完全看不到 我覺得 就是說 類似這樣的新聞 其實在 我覺得 在以前我待過的主流媒體 還蠻長的見諜 蠻長的見諜 那 這是我的一個 那個 感覺 但是不代表說 欸 記者 不要受到那個 規制 那我覺得這個規制當然是有一些 比如說 關於那個 新聞倫理的規制 就是 至少我報導的東西 一定是要事實 不能 你也知道 我 雖然可以有一些我的觀點去 詮釋 但是 至少這件事情是要 真的 我在強調這個獨立性的時候 不代表說 我 不會被問 沒有被問責的權利 我覺得 這個 強調獨立的過程 它相對 有一些責任是 要接受 觀眾的警示 好 那我覺得 很多人 工作 獨立的工作者 或是覺得 啊我就是獨立 然後我講的好像都是對的 然後 可是 然後 遇到別人對他的質疑 他就會非常 很無可惡 這樣子 我不認為這個 叫獨立 這是 我想說 對黃姐跟 一位先生的問題 我是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看 那再來就是當天 三位先生的 講 就是說 欸 就是說 就是說 就是說你可能 強調環境 或者是 抱歉 好 那個小姐 就是說 那個強調環境 或者可能 對性別不見得 就是 可能是保守的 那所以 我其實 不太去 欸 我不知道該怎麼去評論這件事情 但是我會從我一個經驗 會覺得說 其實到後來獨立媒體 大概 他都有一個他的專業領域系 那我覺得 他會理解 如果以上下的 比如以上要來講 不然我們就比較 專注在 農業 食安 這幾個領域的議題 那我們 因為比較了解 我們也許做評論 或做什麼樣的報導 那可是 如果是性別的議題 也許我們就不是 或是勞工的議題 因為不是我們自己的專長 專業的議題 所以我們可能 就比較不會去觸碰這一塊 那我覺得 就是說 我知道自己的 我也是記者 然後 我也是知道這些人耐 或是我的專業領域在哪裡 我就是去 努力好好去經營這個領域的專業 那當然不代表說 我們去關心 而是說 不是關心別的領域 而是說 我知道我做了一些報導 或比 我有一個發言的影響性 那 對於我不是那麼熟悉的 專業領域 其實我 我會覺得 我這時候反而是要比較 就是說 進口 然後 聽別人怎麼去看 就是我這時候應該是一個 樂天人的角色 而不是 我是一個記者的角色 那我自己觀察 有時候 某一些所謂獨立工作者 他什麼都可以去評論 我覺得 那 我會覺得 那在這個專業性上面 我會 就會覺得 大大折扣 這是我的一些分享 和回饋 謝謝 好 謝謝 那個 剛剛 風姐提出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說 今天獨立媒體其實 獨立 並不是一個 一個孤立的概念 你講獨立應該是 它獨立於什麼東西 所以 像文豪的經驗就是 我今天要推很多新聞 可是在台北的編輯台 就被擋下來了 所以 她想要 挖掘更多獨立於台北觀點的 農業的經驗 或農業的事件 所以 變成成立場下 有一個很重要的出發點 所以 剛剛那個小姐提出來 其實 如果當有一天 台灣性別壓迫變那麼急迫 需要被大家 重視的時候 其實確實有 成立獨立媒體的可能性 那可能有需要 以後 可能你自己本人 將來也可以推動 這方面的需要 所以 獨立媒體其實在不同的場域之下 不同的 壓迫關係裡面 都可能長出另外一種獨立 所以會有 鼓勞 這樣束縛到工經驗的媒體 所以它有不同類型 好 那我們繼續開放 各位 朋友的提問 好不好 一 二 好 我再後面一個 三 好不好 好的 好 好 好 剛剛今天這麼多討論 好像很難得到一個答案 所以我在想說 會不會有我們更錯的問題 我們一直在追求一個獨立的媒體 那當然理想狀態是 我們所有媒體都很獨立 那我們讀者就很高興 在家裡就可以得到正確的資訊 那好像不是這樣 不過大家光顧老先生講 我覺得透露出一個方向 就是說問題可能不再獨不獨立 而在專不專業 假設我們有很多獨立的媒體 他們都很青年 資金也都乾乾淨淨的 那他們都不專業 那我寧可 有很多個專業的媒體 各有立場 而且也完全不獨立 那他們非常專業 那他們提供的那些多元的 美國叫做Aternative的那個 他們提供的資訊 就可以讓認真的 而且有一點點知識 其實現在有知識而認真的 讀者還不少 公民不少 他們就可以具這些資訊 來做獨立的媒體 說不定這個比較容易達成 那所以我覺得挑戰說 是不是我們問題很不錯 我的問題跟剛剛大哥的脈絡 有點相關的是 就是這些 剛剛分享的 包含上下游 怎麼去確保說 團隊成員的產出 是一個有見解 有高明的一個素質 而不是只是一種 聽給我講話中軍 或者說 跟只是一個另類 其實也不是真的 有多元的看法 這樣 就是只能去確保那個品質 那再來 再來要問說 像有去西方南韓的韓國看過 那的話 上下晚生 這樣的獨立媒體 有在收 相關科系的實習生嗎 這是我的評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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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看法 是 獨立媒體是不是 對於現實的那個 主流媒體的一個反動 那 主流媒體的一個環境 對 是不是源自於政治 還有財團的侵入 那獨立的是不是就是 要維持新聞的一個專業 或純淨度 所以發出來一個概念 對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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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 西的司機 在傳播上 是 靠網路的事 等一下 我們先回答3個 等一下再開放 好 大家先回答 好不好 我們先回答3個 有沒有在收相關的事情 就是 我覺得一個媒體 有 要 到有能力可以去培養 接下來 新的媒體 新的記者 必須本身有足夠的厚度 才會有發想辦法做這件事情 那我在訪談的這幾個媒體裡面呢 除了香港獨媒之外 然後 因為其實香港的媒體 比較是個人 那 就是他的組織比較 他的規模都會比較小嘛 那香港獨媒算是 裡面規模比較大的 所以他只能不能再帶 就是報告也有提到說 他其實現在的狀況 比較像是 帶接下來的 培訓接下來的公民記者 然後 那像福人網 他就是一人媒體 他沒有在做什麼事情 那 或者號 或者是 熱血這些 據我的了解 還有我的訪談內容 他們 只是短期的 有在做 暑假或寒假的這種 就是可能 你自己去 報告 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其他其實 好像也不太有做這個事情 然後 再來就是 嗯 鼓勵媒體 是不是對政治 或者是 財團的反抗 我覺得 那我覺得 不管你去訪談這些媒體的時候 你不問他們說 為什麼你要創立這個媒體的初衷 一定都是對現況有所不滿 所以他會想要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 對政治或是財團的反抗 我覺得 是 一定是其中一個動機 所以他才有辦法突顯 或者是 創造不同的 創造不同 這件整件事情 不同的印象 那 我覺得 那 第一位大哥就是說 就是我可能不錯的問題 我覺得這還蠻 嗯 就是說 專業性這件事情 還蠻有趣的喔 這個觀點 因為其實在 如果用這樣子的脈絡去看 就是 香港和韓國那邊的媒體的話 就會發現 嗯 其實你會去看立場 或者會去看香港文媒 或者甚至去看熱血 這些媒體的 閱聽眾 其實都知道這些媒體可能有立場 就是他們在看之前 可能就是 你一定是比較輕狠土派 或者是比較輕左派 才會去看這些媒體 他們就是希望可以多得到這方面的資訊 然後才會去看這邊的資訊 所以我覺得也許專業性 或者是 呃 就是 專業領域的這個方向 也許是那個媒體 可能可以複考的 文化一個方向 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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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就是說 大家要所謂的霸 我們講霸凌 或者是說 某種隱瞞的霸凌 或者是說 在商業 因為現在商業的 呃 操作機制是 看點擊率 好 那 那如果今天這個某個 議題 就是 就是點擊率非常高 呃 不要跟情色 或者是什麼 大家 某一個熱烈討論的東西 有關的話 那你會發現到說 呃 那好像 在這方面的資訊的轉 傳遞就 呃 轉遞分享就非常的高 底欲非常的高 那但是 這個是我們 呃 真的 嗯 是真的社會現況嗎 就網路的現況 跟社會的真實現況 是真的是一樣嗎 其實我相信應該是 有差距的 那我舉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來講 就是說其實 你尚不善 就是 尚不善強領務使用者 其實 應該講 某些農業議題 呃 可能 比如說很多農民 長輩的農民 其實他不上網 或者說他對網路的使用 不太熟悉 所以 比如說 要他去從 在網路上 運用社群網站去發聲 或者 他可能是有困難的 可是 可能某一些 比如說我們都會的人 或者 我們講那個鍵盤 鍵盤 鍵盤子 就是 他可能 有 他未必是在那個 實際的農村現場 可是他 但他對這個 旅遊農業的議題 他有他一個既定客 客談的想法 然後 那他 因為 在網路 或者是這種 網路工具 電腦比較熟悉 所以 可能 到後來 你看就是說 在網路上呈現的一些 意見訊息 可能是 某一年 可是真實的 受影響的那些人 因為他的意見 是不是真的這樣 其實可能未必 我覺得 就是說 我們以前講說 有所謂的 都會跟鄉村的 資訊成像入場 那我覺得 在現在這社群的時代 尤其很多獨立媒體 都是靠網路的時候 然後 在這個網路上面 意見的資訊 意見會 其實 反而 會不會 就是說 呈現的那個 名義的聲音 意見聲音 反而是 差距更大的 就是 加深了這個 成像之間的資訊落差 所以 那我覺得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 專業的記者 其實我應該要能夠去 辨認出這樣的一個 落差 出來 比如說 可能我過去 比較不會去 一般都會人 比較不會去 所種在農村的 實際的人的 這些意見訪問 可能我身為一個 比如說 這個 農業的記者 那我就應該要 可能特別去找一些 真正 受影響者的 他們的說法 是什麼 我覺得 記者的工作功能 應該是 要有這樣子的一個能力 就是 去辨別書 而不是說 現在好像 網路大家一握風 惡劣 哪一篇文章 轉了很多 所以 各家的所謂 網站 內容農場 就去轉 然後大家就 賺點贏 可是 沒有人去檢視說 其實那一篇文章 他也只是其中一個觀點 那到底縱觀跟美觀的差距在哪裡 我覺得 獨立媒體 就是說不管是獨立媒體還是一般媒體 其實應該都要有 都要有這樣的一個分辨能力 然後 那再來就是問說 有沒有收取實習生 其實 我們是有 我知道有些 獨立媒體也有收取實習生 但是 這個實習生運作的方式 我想 就是看每一個媒體的屬性 他 而定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說 獨立媒體 是不是對政治財產的反動 這個 的確是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 現在 在台灣 好像 很多 就是獨立媒體這個詞 好像被用得很廣泛 所以其實 也有一些 是打了獨立媒體 但是他其實 也就是一個 business model 然後看這個 是 這個東西 是不是可以獲利 然後 將來是不是有機會再賣出去 我自己 我自己 對 反正 現在就是 這也是因為說 獨立媒體 沒有一個 隱缺的定義 所以大家都 都可以這樣子講 就像玻璃記者 大概也都是 這樣說的一樣 知道嗎 OK 好 那我們再開放問題 剛才穿T恤先生 剛才錯過他的問題 第二位 第三位 好不好 先你先 對 剛才我先點你的 好 謝謝 那個 我想問的問題就是 有關獨立媒體 就是 獨立媒體 我是覺得媒體 應該是我們獲取 真相的一個管道 但是 獨立媒體上的發展 其實發展這麼多 所以我們遇到一些障礙 例如 我們現在都是 獨立媒體的載體 就是這些社群網站 就是在這個載體上 都會有那個 就是 不要再爆破 這個問題存在 導致 就是 情相與某些立場的人 都沒有辦法去接受 就是 都沒有辦法去接觸到 另外一個 立場的那個 新聞網站資訊來 第二個就是 我觀察到一些 曾經我認為是 另類的新聞的管道 例如說什麼 然後news 風傳媒之類 好像慢慢的 就轉化成一個 類似複融媒體的這個狀態 可以講一下就是 獨立媒體所碰到的困境 等一下 我剛才點了三位 等一下 下一輪會點你 好不好 下一輪 下一輪 第二位 然後第三位 我們每輪接受三輪 我開始講你 好 請 第二位 我想要從一個點來 從今天的內容 那 從今天的標題就是 權利與資本 對立媒體 來做為那個信用獨立媒體 所以可以知道就是 經濟和政治對於 媒體的獨立心 有很大的影響 那 我想要從那個 獨立媒體的 他的才能來看 就是 其實 不管是 新媒體 或者是 下一輪的媒體 就是有定員去 單一的才能 來面對 受到外界的一些壓力 那我想要討論 其中的 兩種類型 跟其中的 一種 一種的才能類型 那 像是 少了 就討論是 所謂的一個 新興的 新興的一個 群眾負資的 資金來源這樣的現象 那我覺得 這個 比較特別的 它背後代表的意思說 可能 讀者就直接成為你的 裁員 直接成為你的支持者 那其中 我想要特別討論的是 群眾負資 那 在我們 今天的 在宣傳的文序 也有提到 有報導 或是 有透過群眾負資 那 就是想要請張 可以補充 這一個方面 那 群眾負資我覺得 它比小額捐款 又更特別的是 它 特別就是 有 提案者 或者是 群眾的 它更積極的 還有 花一些時間去曝光 他們 想要探討的議題 或者是他們的平台本身 在某個網站上面 那 像最近就是 我們知道是 美角 或者是之前的議論 他都有透過這種方式 所以 想要請那個 就是 董小姐可以對 剛剛 沒有知道這個部分 看會做一個不錯 那 我知道 是上下有媒體 也有在WeReport 有曾經提案過 所以想要請 王先生也可以 針對這個部分 可以跟我們分享 努力媒體 通過群眾募資 來做一個 怎樣的 去 運用 還有 募集 某一部分的 財源價值值 謝謝 那大家好 我這邊就是 剛剛大家好 討論有點偏道說 想要了解說 我們的媒體 到底是要追求 專業度還是追求 我們這些 新進的媒體 他們有補足的 這些多元性的成分 也讓我們的專業度 更加足夠 那 當然我們一開始 可以先發展的 就是 讓我們的媒體的環境 專業度 足夠之後 我們再慢慢的開發出 獨立性這個追求 因為獨立性這個追求 並不是很容易 一件事情 那我們當然也知道說 一定 媒體它算是說 足夠專業的 但是 如果它至今 並不獨立的話 還是有可能被其他東西 操控的 所以說我們會希望說 我個人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先慢慢發展 我們的媒體 是有一定的專業程度 那專業程度 夠了之後 我們再慢慢的 看可以把我們的媒體 真正的變成 社會的公器 社會的資產 那變成真正一個 第四權的角色 讓它的資金 還有它的任何操作 都是更具有獨立性 那才可以永遠的 維持它的專業度 那讓它的一件 是保持正確 保持它的專業存在的 那我個人看法是這樣子 覺得是一個 長期可以慢慢發展的進程 有我們的 原本的專業度 去培養整個公民的社會 那才可以進一步 去推導我們的 第四權 讓它變成真的 很獨立的一個狀態 那我想要 另外詢問的 王先生有關 上下游 就是你們獨立媒體的發展 就是 我們大家都會希望 所有獨立媒體 可以越來越重大 那我們在重大的過程中 當然就是希望 有更多的讀者 可以進來 閱讀我們這些新聞 那你們 就以你們上下游的例子來說 你們在主打 擴張你們的 閱聽群的TA上面 你們會 比較傾向說 看是 想要再擴集更多 對於農業或是食品 訊息有興趣的聽眾 還是說 想要再更努力的擴集那些 比較沒有在使用網路 或是行動載具平台的 這些讀者 納入您的聽眾群裡面 因為這兩個方向 所要採取的策略 好像是不太一樣的 那你們現階段 比較著重在哪樣的策略 那你們的方法 你們的途徑 主要是什麼 或者說你們未來的 期待的方向 會是怎麼樣的 努力的方式 會比較想要了解這個部分 謝謝 我是談一下那個 就是獨立美景的困難的部分 就是我覺得可以分成兩個地方來看 就是香港跟韓國 這兩個地方的獨立美景 就是我覺得他們普遍 第一個階段一定會面臨到 找錢的問題 就是資金如果還不夠穩定的話 就沒有辦法確保主持運作的長期性 那資金來源要穩定 其中有一個原因 其中有一個要素就是 它有沒有辦法做出 讓大家驚豔的報導 那如果它有辦法做出 讓大家比如說群眾 或者是民眾覺得深刻 或者是有意義的報導的話 它的資金來源就會變得穩定 那所以這個問題就會比較小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採訪權的問題 就是說因為這些獨立媒體 或是公平媒體 他們沒有辦法進到政府裡面去採訪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 應該是普遍的獨立媒體 都會面臨到的 因為他們可能是一些外面 就是所謂主流媒體之外的媒體 那在台灣也是有這樣的問題 那在香港跟韓國 這兩個地方的獨立媒體 面對這個問題的解決呢 我覺得香港那邊的媒體比較不care 就是政府那邊的立場 因為可能一方面 他們就是覺得說 反正香港港府本來 就不足以代表港人的意見嘛 那所以他們其實也不是很積極的 至少我接觸到這幾個媒體 他們並沒有非常 就覺得說這個問題 並不是非常破切需要解決的 那就是就韓國那個地方的話 因為NewsTapa他在剛開始成立 2012年的時候 他其實那個時候有做出一篇 我記得好像是監閉 就是政府官員監閉的案子 就是他有做出一個 對當時的政壇有一個 非常大影響力的一個報導 所以因為這個報導 所以其實主流媒體跟政府 都有看見他們 那Crushing也是 就是他們都是有透過一個具有影響力的報導 然後去打開他們的知名度 所以他們在政府方面的採訪 並沒有太大的困難這樣 那回到第二個問題就是 NewsTapa他的那個募還方式 就是像我剛剛提到的 因為他其實在成立不久之後 就做出了一個恐怖措 然後讓大家覺得就是打開了他們的知名度 所以其實他透過這個報導去累積他的 就是他一開始創立的時候 就有人想要捐款給他們 然後透過這個報導 因為更多人想要捐款 所以其實到了2013年那個時候 他的那個募還已經達到一個 就是他們已經累積到一個一定的人數 所以讓他們自己內部可以正常的運作 所以他們一開始募還的時候 然後就不想像台灣葡萄網啊 他們可能經過了很長的時間累積 然後才到了這個一定的資金程度 就是因為消耗他們是一開始就已經很高了 因為他們有一個知名度這樣 那剛剛幾個問題我想做重點回答 第一個講到說那個 比如說獨立民意的障礙有哪些 那其實蠻多的 有技術性的也有社會性的 那我先講技術性的 因為我們大部分獨立民意都是 導流到主網站 大部分都依靠那個臉書粉絲團 那之前就是蠻常遇到一個困擾 就是臉書粉絲 臉書一直會修改他的演算法 就是說那個送達率 他就是簡單來說 他是希望你下廣告 然後他幫你送達到比較多的粉絲 就是手頁面 臉書的那個頁面上面 那其實 那這改來改去 有時候還蠻困擾的 就是說 有時候他故意 因為他有你的可能粉絲團 按讚數非常多 他希望你下廣告 他就會故意把你的那個訊息的遞送 把他壓下去 所以有時候我們明明做一個很重要的報導 很急射報導 很急射報導 可是他那陣子剛好遇到他 就是要 演算把他修改 所以他把你這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 就是送達率非常低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說 那個 什麼 很重要的報導 可是為什麼點閱書 才幾百個 那這個是我們 其實目前也一直想要去突破 就是說 是不是能夠不要那麼 依賴點書 就是當作我們那個 主網站導流 流量進來的一個 就是 就是可能各種其他的方式 這個還在嘗試當中 那再來就是 網路上現在有很多的 就是我們也遇到說 我們做 很努力很認真做一些專題報導 調查報導出來 然後 然後 在網路上引發的這個回想很大 然後 那就會有一些內容農場 他 他也被你談授權 那他就直接 可能 很多的 你的發現是你有 就是 獨創發現的 或是一些想法 就是獨創想法 那他 在 所謂內容農場 就是有時候 到處看 網路上有什麼 受歡迎的 文章 或報導 那就可能 會有一個編輯 他去把它截取下來 然後變成好像 他 比較有良心的 他會註明說 上下的新聞 報道 什麼 可是有一些 可能就直接 他就變成 他自己的內容 例如說 我印象很深刻 我們前一陣子 在做像什麼 被寄改黃豆的一些 報道 紀錄管的一些 報道 那我們記者也花了很多時間 採訪 很多不同的 相關的人 最後一篇 深入報導 那就我記得後來 過一陣子 就看到我們 部落客 他就完全 就是很大一部分 沒有說全部 但很大一部分 名義是 引用我們的報導 然後變成他自己的文章 然後他就去 某個主流媒體的網站 就是他的什麼 部落客 永遠堂 之類的 就變成他的文章 這樣子 然後那很 很氣啊 然後去跟他反應啊 或什麼 他剛開始不敢 然後後來 後來 連文章前面著名 也都不願意 然後後來 可能有很多人 去跟他 反應 後來他就 在 我記得在那文章下面 留了一個什麼 就反正 其實某種 就是 也不算 攻擊性的文章 就很酸的 很酸上下游的文字 這樣子 那我就說 其實 那網路上這種 內容農場 其實還不少 那我覺得 你內容農場 你是要賺那個 你因為商業 好像賺點月數 可是 人家 像我們這樣的 留言媒體 要贏記者 然後要很幸福的 做報告出來 你賺錢 其實沒有你的農場多 那可是你也 對 就是最基本的 不要說說 你要給我們錢 取搜或什麼 可是最基本的一個 我覺得網路上的這種尊重 應該還是要 要 那再來 第三個 障礙 就是還是蠻多公家機關 或者是 就是 機構還是會 對不利媒體 大效應 那我覺得 呃 現在最以前的意思 就是立法院 立法院 就是我們 很多獨立媒體 要進去立法院採訪 就聽委員會的開會 可是 到立法院那個 阿姨那個地方 她就說 就是 她就說 因為你們 不是 不是主要的 她就會說 就是說 你們主要內容的報導 政治性的議題 沒有超過什麼 百分之六十 沒有 然後之前有要求說 你要有公司 以事業登記 你才可以進去 反正 就是 找 一般的主流媒體 我們 大概 哪那個都沒有 就是 通行證都沒有問題 可是 其他的 就是 可能不是那麼有名的 獨立媒體 或者他們覺得 就是 有一些 社會院中間的獨立媒體 他就 不願意發 那我們就問 找到很多理由來問 那他們就說 那會搞不清楚 你們到底是公民記者 還是什麼 主要記者 反正他分不清楚 這些 所以乾脆你只要是 網路的 他就 結果 就反正把你打下來 那我們就 現在這個狀況 就是我們到現在 都還沒有辦法去突破 就是 其實 很重要的 比如說 很重要的一些 比如說 比如說 一些政策議題 或是史安的政議題 其實 是在立法院的委員會裡面 就是立法委員跟 官員的對答當中 出來 那我們沒有辦法進到那個現場 那其實 就是 就是說 這個東西 是想辦法要突破 可是好像 就是到立法院就是一支 他 他認識的媒體 就是目前只有主流媒體 有名的媒體 那其他的都可能 不知道是因為被嚇到的 所以他完全都 就把 都視為是那個 會抗議的這樣子 對 那 就這個部分還是蠻困擾的 那再來就是 就是講到群眾動資的部分 其實 像我 我這樣 用這個角度 我想說講上下的財源 來源 就是說 我們其實 財源大概主要有幾個 一個大概就是 我們自己賣 小龍的產品 當作 就是我們最主要的收入 那我們的產品 當然大家一定會是 所以說 那你會不會為了 要爆你的產品好 然後就是 去 特意去 爆你的產品 然後讓你的產品 賣好一點這樣子 那 基本上我們這一部分的 跟法官分界還是很清楚 就是 那個產品的部分 我們 報道完全跟產品沒有關係 那甚至 有一些是 產品已經賣了 那我們 假如 沒有報道 但是想要報道 可是我們要立行 所以我們可能就報道 就是 我們還是會有一個 把關手門的機制在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 新聞的 記者的部分 我們有一個 教育基金會 有贊助我們一個 記者的 一個人事費用 那再來就是 我們還有一個 這個 共同辦報人的機制 就是 你如果認同 我們的 這個 運作獨立體驗 那你可以 比如說 就是 一年一千塊的 就是 等於 贊助我們 那你也成為我們的 就是共同辦報人 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 小的 募團支持 那再來就是說 當然某一些議題 我們 覺得很重要 比如說 像我們之前 假設要去做 你 呃 洗衣精的檢測 就是裡面有沒有 加殺手機 那 那因為這個檢測 費用很高 那 比如說 驗一件 農藥大概都要三、四千塊 那我們 可能假如要驗25個樣本 當錢非常多 那這時候 我們可能就會 某些專題性的 調查性的報導 就會從事用 那個小的募款的方式 那再來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目前的讀者 有關於 關心農業實案的讀者 都會可能是 比較擅長操作網路的讀者 那 其他 不會操作 比較 跟網路不是那麼擅長運用的讀者 我們怎麼 擴大我們的影響 那 我舉個例子 就像 我們之前做那個 米粉 不是你做的這個調查報導 那 我們做的調查報導出來之後 除了 就是說 在我們自己的網站 就是透過社群網站這邊 把我們的調查報導 結果 放出去 那 我們也跟 就是消極會合作 就是某些點 我們會選擇跟一些 那個 那些人們也合作 一起招待記者會 然後 然後 因為我們報導其實都還蠻紮實的 讓他們也認可 然後 開記者會的時候 會 那 開記者會就是 會來很多 就是我們一般的主流媒體 那我們就是說 藉由開記者會的方式 跟 就是 把這個訊息 放給主流 就是提供給主流媒體 那因為我們當然 報導都已經 調查報導那個完整的 所以基本上 主流媒體 他也不太需要 只是另外花時間做調查 就把我們能夠的成果 去呈現給他 那其實 那有一些 比如說 農業性的議題 那可能 同業 就是我們在公委會 就是 統業裡面 可能大家沒有發現 那如果我們發現了 然後我們也把它完成做 做好 調查 跟 採訪跟報 呈現出來 然後我們也就是 就是鼓勵把我們的訊息分享給我們的同業 讓他們就是 就是 跟進一步的去做一個聲報 那 這些主流媒體就是 他的讀者群就是 還是 就是我們可能 不是那麼擅長的 不是那麼常使用 網路的這群讀者 那我想說 所以我們就是說 其實跟主流媒體之間也有 就是 進一步的關係 對 好 因為我們實際的關係 所以我們 最後一部分的問題 好不好 要提問的 剛才那位先生 OK 第二位 然後這位女士 OK 第一位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覺得新的四季往路的行程 就是說在新聞寫上 並沒有提出一個思想論 來批判這個傳統媒體 就是說 在新聞傳播上 他並沒有建構一個這個思想的流程 跟整個經濟運作的模式 這樣的概念還沒有產生 就是說 用資金來決定是獨立這個概念 就是說 消費者那個力量和支撐太多了 那台灣的民主化要進展 就要 提出一個批判傳統媒體的一個評鑑 像國外努力師講 就是說 追求一個吸入媒體的一個新境界 然後 然後當然就是說 業聽者啊 廣大的群眾 有一個這樣的思維 自然來淘汰傳統媒體 那在網路媒體的建構 現在就是說 成本很低一點 就是說 每個公民 就是一個很專業的媒體記者 然後 建構像這個維基百科一樣 不知心的整個運作性 就是說 整個未來的媒體的編寫 不是用一個人的觀點 是集體創作 對一件事情 用集體創作 來思考 對這件事情的態度 這樣子 整體的社會的進步會 速度會更快 就是說 以往的傳統媒體 是在為當前派毒物 就是說 是當前派養的狗 它要報導什麼 就早已經設定好了 就是說 再蒙蔽廣大的業庭者 所以未來的這個新媒體型態 應該來追求一個憑建舊媒體 然後才有辦法產生新的力量 謝謝 哈囉 大家好 我的專業本身不是跟媒體有關 但是我可以 就是在目前為止 聽來到現在 就是關於剛剛的分享 像香港媒體 就是獨立媒體的部分 在我目前開來 它只是個議題的一個 成績跟反線 然後 在這樣的情況下 它只要那個議題是 就是比如像 馬桶的議題結束 那它 到後來就會消退 但是 韓國的那個獨立媒體 看樣子就不一樣 它是一個 大企業比較綜合型的 那個去呈現的話 我覺得 這會是台灣 可以去做的一個 遵循什麼的事 那 目前為止 台灣可能就比較散 有點像是想想那樣 是一個議題性的 分開分開的部分 那 如果說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看了什麼 我們今天看是醫療 那在這樣子的 拉出來的 那個型態下來看的話 原則上 大家的那個社群 就有點會被拉開 但是 我們可以像 我覺得 你可以像 韓國一樣的模式 就把它集中起來 然後把它用成 一個像品牌化的 一個基因 這樣不錯 那 品牌化的基因如果 可以呈現的話 也表示說 獨立基因 獨立媒體的 以後的基因模式 比如像貨物資的這個部分 自然而然 大家都會給你錢 就是 比如像剛剛說的 就是那種擔心錢的問題 就是 你只要今天 我的報導 OK夠貼近 就可以了 那 如果說我的報導 夠貼近可以 那為什麼 我們不依賴主流媒體 而是有一點 依賴獨立媒體 我們可以看到說 或許主流媒體在呈現的時候 它已經先預設立場 比如像你觀眾喜歡什麼 就是給你什麼 也就是說 我覺得獨立媒體 必須要在我的立場是 比較去傾聽 就是現在當下 社會上 它的比較弱勢的一個部分 就是 有什麼樣的聲音 然後去真實呈現 也就是說 如果以後我們的媒體 專業上來說 我們台灣的媒體記者 或許他只要多一點傾聽 然後多一點真實呈現 現在社會上發生什麼事情 那他不需要引合大眾的口味 也就是說剛剛有一個 第一輪的第三個小節說的 就是 現在兩性評論這東西的意識抬頭 那為什麼 我們現在兩性評論 意識抬頭 是會被有一點忽略 因為它是一個新的東西 那它是相對弱勢 那相對弱勢的情況下 如果說你真實呈現 那真實呈現這些 就是社群的部分的話 你的觀眾 或者是 民眾 就是批判性思考 會就 漸漸的就是被你讀過來 也不需要多做什麼 我覺得這是台灣以後 獨立媒體可以做到的部分 就是一個比較品牌記憶的東西 這樣子 謝謝 兩位蔣哲好 因為我本身是新聞科系的學生 所以我想要問的問題是 就是獨立媒體的勞動條件 這個部分 那因為之前的台北市勞動局 其實針對主流媒體的有幾個勞見 那狀況就是非常的慘 因為有媒體的媒體會發生很嚴重 這樣子 所以我想知道說 在獨立媒體這一塊 就是勞動條件有時候 跟主流媒體有所區隔 那因為之前你看到 新頭殼的董事長 蘇敦銘先生有寫篇文章 就講到說可能 記者的勞動狀況比較特別 所以沒有辦法用打卡 或者是用八小時的方式去計算 那我想問 尤其是晚上 在港韓這兩部分的 獨立媒體的勞動條件 到底是怎麼樣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謝謝 我先回應一下 就是第二位小姐說的 我覺得就是 從韓國的經驗來看的話 我覺得 怎麼樣把一個媒體的品牌做大 然後進而讓這個報導 可以擴大它的影響力 我覺得韓國的經驗 可以給台灣蠻多回饋的 因為其實香港發展的脈絡 有一點就是它發展的這個媒體 有一點點像台灣 就是大家各給各的這種感覺 然後可是韓國 因為它其實你距離還蠻強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民國性的關係 所以其實它的整個組織跟規模 還有它做出來報導的整個內容 其實都還蠻大的 所以我覺得它只要你做出來 就可以不管是Question或news.com 他們其實做出來都可以 達到一定的影響力 那我覺得如果台灣可以操作的方向發展 應該是未來獨立媒體可以走的 另外就是關於勞動條件的部分 其實像在想 我覺得勞動條件跟資金 有一定程度的關聯 就是如果今天這個組織 它是有資金運作是完整 然後是完善的話 那它相對的可以比較去確保說 媒體工作者它的勞動條件不要怎麼查 因為它可以就是像香港獨立媒體 他們的全職工作者 就是有表定的上下板時間 可是如果相互者號他們的話 剛開始創業初期 沒有就是不實行的情況 當然就是all time 就是你做多少 你就是要做 願意做多少就是多少 那像這種為了理念去做這件事情的 通常都不太會去計較說 我到底投入多少信息在這 或者是時間在這上 那像newstaffer depression 他們也是 就是因為他們的資金來源 已經有穩定了 所以其實他們也是有表定的上下板時間 老公條件 我不知道跟當地的主流媒體 是怎麼樣 可是就是相較於 資金來源比較不穩定的媒體來說的話 其實他們是有表定的上下板時間 不知道這樣可能會答到 那我回應幾個人 就是說第一個講到要批判 我想說現在媒體的環境這樣子 我想批判的聲音也不會少 那我只是覺得說 那與其批判到呢 不如去實踐 因為實踐做出來 就是一個最好的批判 就是到底 我就做出來一個 就是做出來一件事情 然後是可以可唱可持久 我想這個就是一個 實踐就是一個最好的批判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勞動條件的部分 其實我想 勞動條件 就本來不是很好 然後又是一個責任制 那你說獨立年級的 勞動條件會不會更好 那我是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講 勞動條件會不會更好 其實反而更雷 因為我們的人更少 然後可是你想做的事情很多 然後所以在這個部分 勞動條件是不會比說在 左右媒體好到哪裡去 然後那但是 就是說如果 一開始 到獨立媒體的出發點是什麼 如果你是一開始 執著於那個勞動條件的話 我覺得大概也不會考慮到 不會到獨立媒體 這個是我的一些想法跟回饋 那我覺得 那獨立媒體在是什麼形式 我想說 這個本來就是一個 開放的選擇題 它沒有一定的答案 就是尚太陽是一個樣子 果然是一個樣子 換智力是一個樣子 我想 沒有一個 勞勢一定是可以靠用在不同的 所以它獨立開放 就是它的一個特色 就是這樣 OK 謝謝 謝謝蔣慧 今天精彩的分享 那我們今天的 嘴舞就到這邊結束 那我們接著會陸續 每個月都辦媒體職業的活動 都會進一步去探討 台灣的獨立媒體的發展的前景之手 所以歡迎各位 每個月的最後一週的 折舞的活動 都定期來參加我們的媒體職業 然後我們最後再掌聲 謝謝今天兩位享受 謝謝